好 昨天一個突發事件 我們立刻來看一下 以色列針對了 伊朗的使館進行攻擊 他們這個畫面顯示出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畫面 就是伊朗駐叙利亞的領事館建築 被徹底的移為平地 而且以色列還選在下班的高峰 來空襲叙利亞 它造成了多名的高層死亡的一個消息 總共是11人死 包含了像是他們的指揮官 以及聖誠旅的駐叙利亞里巴嫩的參謀長 都有不幸遇難的消息 所以伊朗當然是非常的憤怒 他們就現在說一定要報復 所以看到了很多伊朗的民眾 在德黑蘭的廣場集會 來抗議以色列的空襲 我們直接來看相關的畫面 所以非常多憤怒的伊朗民眾 我們也知道伊朗 其實過去也是直接跟美國是硬槓的 所以他們在這樣的一個空襲事件之後 釀成了11死 特別是他們聖誠旅有三位的高層遇害 也使得現在伊朗民眾非常的憤怒 在德黑蘭的廣場就立刻發起了這種大規模的抗議行動 那伊朗的外長他們也講說 這一次這個以色列的空襲 已經是違反了所有外交規範還有國際協議 納坦雅胡在加薩連續吃鱉 無法實現猶太復國主義 現在已經完全失去理智了 而且伊朗駐叙利亞的大使也提到了 現在伊朗將會以造成相同規模和傷害的行動來做回擊 而且無謂以色列政府持續支持加薩的巴勒斯坦人 《華爾街日報》也報導了 他說叙利亞跟伊朗都指責以色列在大馬士革的襲擊 造成伊朗的降領死亡 那這可能也會導致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的影子戰爭升級 這場影子戰爭在加薩戰爭期間 現在是越演越烈的情況 那現在伊朗的外長是直接站出來 他們現在把矛頭指向了美國 他直接說你美國是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 他們也應該要為這一次的襲擊行動 美國你也必須要負責 那美國跟以色列情報共享 現在已經是到了前所未有的擴大的情況 那現在看起來美國的情報被外界質疑 是不是實際用在一些這種缺乏獨立 而且公開的這種監督的機制之下 是不是讓以色列的軍事行動 導致了大量的平民的傷亡 所以現在他們是把美國跟以色列是綁在一起的 那反過來呢 這個美國是指責說 你伊朗跟俄羅斯是站在一起的 他們講說在俄羅斯遇到了恐攻事件之前 伊朗曾經有警告俄羅斯說 恐怕又要發生一個重大的恐怖的攻擊行動 那現在目前人家覺得說 你這樣子的一個意思是說想要甩鍋嗎 就說是ISIS-K做的嗎 還是要暗示說你這個俄羅斯跟伊朗不可以走得太近 中二一過去都被美國形容為是邪惡三角 就說你們走得近喔 所以搞不好ISIS-K也想要攻擊你 但是俄羅斯外交部也是跳出來非常憤怒 他們譴責以色列對於伊朗駐叙利亞的建築攻擊 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 同樣在中國大陸這邊也引起了熱議 這一起的攻擊行動 在微博上面跟今日頭條都上了熱搜跟熱榜 大家討論度非常高 那他們的主要的反應就是 以色列這種行徑就讓中國人想到曾經遭受過 同樣的這種事情 你說我要拿什麼事情來 拿什麼來跟你共情以色列 他們在說的就是美國在1999年 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組織 當時去攻擊了南聯盟 也就是中國大陸駐南斯拉夫使館 造成了三名中國大陸的記者死亡 還有二十多人受傷 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 其實中國大陸每次到了這一個 每年的5月9號這樣的時節 就要再拿出來提一次 好像是不是這一次以色列 就像是當年的美國一樣 做了同樣類似的事情呢 那在以色列這邊 目前看起來 那坦亞胡是趕快禁止半島電視台 那他人權組織就講說這反映出來 你要趕緊關閉以色列的半島電視台 辦事處是不是因為事態要升級了 這一起事件已經引發了這邊 中東地方特別是伊朗這邊的一個憤怒 那我們看白宮發言人尚皮也講說 一旦屬實這樣的行動 其實是令人憂心的 就是這樣封鎖半島電視台 看起來這個事情恐怕會越演越烈 而且以色列現在本身 很多以色列人是站上街頭的 我們直接來看畫面 他們怒吼說要納坦亞胡下台 數萬人在周日的時候 包圍了以色列位於耶路撒冷的國會大樓 要求立刻舉行大選 要撤換目前的納坦亞胡政府 而且這些抗議的民眾指責納坦亞胡 比起國民的死活安危 更關心自己的私人利益 很多以色列人是看不下去 他用這樣子的一個軍事行動 但是他是不是為了自己要避風頭 現在傳出來 他竟然突然請病假 為了善氣要開刀 所以感覺上面十幾分很巧合 那納坦亞胡他們那邊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就講說 已經在康復當中了 好 這事情會不會真的導致戰爭升級呢 我們先來請教一下賴老師 內塔尼亞胡做的這個決策是非常的大膽 而且也很粗暴 而且直接違反維也納公約 一個國家的大使館怎麼可以把人家炸 而且是明目張膽的炸 派的是F-35 而且用的是精準的製導炸彈 因為它是好幾棟大使館都連在一起 包括其他西方的國家大使館 他就精準的炸掉 裡面其中一座 這一座裡面就有伊朗的這些民兵組織的指揮官都在裡面 這個是直接的公然的對於國際公法的無視跟對抗 那為什麼內塔尼亞胡要做這件事 首先我們看到在之前 美國在聯合國很罕見的 對於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地區的停火 安理會提出表決 美國投下了棄權票 這很罕見 美國投下這個棄權票 其實是對於內塔尼亞胡的一個背叛 拋棄 所以就直接告訴內塔尼亞胡說 我已經沒辦法再容忍你這樣做了 你一天到晚跟我唱反調 我的什麼話你都聽不進去 然後你胡作回味道 你整個以色列被整個世界孤立 也連帶了我美國被整個世界孤立 我的外交官根本就寸步難行 我的外交官已經在內部的信件裡面 已經聯名而且要求要修改 對以色列的政策 而且這個已經是直接上達田廳 直接到拜登 所以布林肯承認 有這麼大的一個機制已經啟動了 但是內塔尼亞胡依然顧我 所以當美國投下棄權票的時候 就告訴 一方面也告訴以色列人 說我們不再停內塔尼亞胡 這個時候以色列的各個政黨 還有一些家屬 10萬人馬上走上街頭 要求內塔尼亞胡下台 解散國會立刻進行改選 內塔尼亞胡怎麼可能願意 他的任期一直到2026年 現在才2024的開端 他到2026年 他才不願意下台 那怎麼辦 最好的辦法就是把伊朗拖下水 把伊朗拖下水 那也就是一定會激起 美國也被以色列帶進來 這個時候去攻打伊朗的時候 其實馬上可以盤算得出來 伊朗絕對會產生反制作用 所以伊朗馬上就宣布 你怎麼對我 我就怎麼對你 而且我一定會用同等比例 對你的這些軍事高階人員 我要進行攻擊 各位想想 伊朗可以有兩種方式可以做 一方面它可以強化 它的盟友 尼巴倫的政治黨 還有這個伊拉克 敘利亞的民兵組織 他們的武裝力量 也可以再武裝這個胡塞組織 二方面它也可以對以色列的 這一些高階的人員 內部裡面直接進行攻擊的話 那就等於是 伊朗跟以色列的軍事的衝突拉高 而以色列跟伊朗如果直接爆發衝突 以色列再反擊的時候 你美國要挺誰 因為在美國的猶太人 他們絕對沒辦法容忍 伊朗跟以色列交戰的時候 美國選邊站 美國在旁邊袖手旁觀 所以到時候美國又被捡進去的話 那不是又保護了內塔尼亞胡 暫時內閣繼續存在 不用改選 好 來請教帥將軍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 拿探亞胡的心態 他這個 一開始打 我很早在節目裡講 趕盡殺絕 照道理講 你報復了140個人的傷亡 就差不多到此為止了 打加沙的北部 中部 南部都打 而且糧食不能進去 打不死你 你餓死你 要讓你趕走 這叫趕盡殺絕 第二個 他這次攻擊敘利亞大使館 伊朗大使館 就好像以前那個貪官 被抓了以後 他就攀 賴教授也有 林毅芳也有 讓你不好辦 因為美國現在有點收手了 這個彈藥有點收手了 對以色列的立場也不認同 怎麼辦 打伊朗 伊朗一定會反手 包含恐怖組織 所以又會在英國 法國 這些歐洲國家 跟白種人的國家裡面搞 搞了以後就把這個事鬧炸 鬧炸 他兩年之內 把所有的加沙走廊 肅清了以後 他也回過頭來 我給你以色列 全球外帶給你 弄到安全 他不怕後人批評 有戰爭他的 有反對他的 所以現在這些 反對他的猶太人說 你把我們國家 帶到全世界為敵 我們的子子孫生 將來還能不能活 所以反對他 不只是為了人質的問題 聰明的人都會想到 你跟全世界上搞 你搞了所有阿拉伯國家 要跟你幹 美國可能搞不好 又不支持你了 因為認為要把 納太亞軍打下去 但是納太亞 會打這個敘利亞的 伊朗大使館 就是想把事情鬧大 鬧大到你美國不能不插手 你不是不給我嗎 我把事情鬧大 鬧大你看怎麼辦 這個我們在以前 辦巡視案就有 攀 攀 攀比 然後把事情大到 每個人都沒辦法下手 所以這個東西 這個人很可惡 跟希特勒可以比美 你為了成就你自己 在以色列的所謂 萬事千秋的公民 結果死傷了多少人 把自己國家帶到 很危險的地步 你想想看 阿拉伯人武器不好 軍力不強 可是恐怖行動 他們可是拿手 所以你看現在法國 很多歐洲國家 開始加強警戒 馬上辦試運 這個安全的問題可大了 伊斯蘭國家裡面 有的是不怕死的人 那種暴徒 對不對 你像這次俄國那個 買兇殺人 窮極的人 你不要有多少錢 他是賣命的 因為吃不飽 也快餓死的人 拿了錢什麼都做 所以可以預期未來的世界 不安定 恐怖事件會很多 好 裕方委員 這就是跟兩個人的選舉有關 一個就拜登的選舉 因為拜登的選舉 最後的結果跟川普很接近 然後現在偏偏在搖擺州 阿拉伯的人口不多 但在搖擺州 像密西根這種地方 他們就可能會讓拜登 輸給川普 在他們那個州 而密西根是一個大州 而且不只只有密西根而已 所以拜登現在就是要讓人家 這些阿拉伯一的人認為說 他是公平的 並沒有那麼差 並不是完全偏向以色列這樣子 所以他就要壓迫以色列 而且要讓物資可以進到加薩去 然後不應該去佔領 加薩的南部這樣子 進軍到裡面去這樣 當然另外一點就是說 你看很多的猶太人 其實在歐洲跟美國的猶太人 很多都認為 納唐亞夫搞過頭了 會害他們 因為你這樣強硬的結果 然後就會想起 二次世界大戰的事情 台油 對啊 所以他們這些猶太人 還是希望以色列就建好 偏偏納唐亞夫不這樣 所以美國參議院多數的領袖 Sumer 他就是猶太人 他就公開講 他說他希望提早這個選舉 以色列 意思就是說納唐亞夫要讓他滾下台 讓和平早點到來 另外一個在以色列內部 也很多人對納唐亞夫不爽 本來沒有這次的攻擊事件 10月期要攻擊以色列的事件 就是哈馬斯 已經很多人在遊行 就希望他下台 因為他干涉了死法 所以現在這個戰爭 就對納唐亞夫看起來有利 延長了他的壽命 但是現在 Sumer出來講到這句話以後 以色列很多比如像人子 你家裡人還在哈馬斯手上 你卻拼命的在攻擊加薩 你也不去和解 透過談判把人子施放 那你不是讓我失去我的家人嗎 所以這些人 在以色列有很多人支持他們 現在他們上街頭去遊行 所以對於納唐亞來講 他現在是內外交迫 所以就要走險招 險招就是攻擊敘利亞的 伊朗的領事館 不是大使館 領事館 殺死了這麼多人 這裡面有重要的軍師的這個將領 所以他自己知道 他現在就是走這個險招了 這個走這個險招 沉著沉 不沉的話 我就覺得他真的是會帶不下去 街上的人會越來越多 因為你等於又開闢 一個新的戰場 這個戰爭就一直延續下去 以色列對以色列來講 這個戰爭 他們進入加薩長到現在 大概死亡的人數 已經大概將近 他們255個人左右了 但是以色列是個這麼小的國家 250個人死亡 加上哈馬斯殺進去的時候 殺了1000多個人 那全部加起來 這是很可怪的一個傷亡的數字 所以這個戰爭看起來 也一時間也不容易了結 也不容易停頓下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回來 好 我們講說呢 在今年選舉年 美國希望盡量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但問題是這一場 他Hold不住 這個是以哈戰爭 到目前為止呢 大家就要問 以色列是不是真的殺紅眼了 原因是因為 這個是救援補給部隊 世界中央廚房 他們基本上有一個救援車隊 希望把物資送到了加薩走廊裡面 結果三台車竟然是被攻擊 而且是接連被攻擊 所以他們就很生氣的說 這根本就是以色列方面 有計劃足量的攻擊 他就講啦 說車隊全長超過1.5到1.8公里 然後第一台車遇襲之後 他們趕緊跑到第二台車 可後來第二台車也被攻擊 他們才挪到第三台車 你想 一個一個被襲擊 這真的是誤疾誤傷嗎 還是他們為什麼 要這樣子攻擊補給車輛 白宮下的講法是說 他們收到的資訊是 沒有證據顯示 他們是故意的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 所以他們已經講對這個有責任 但是他們不是故意的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現在呢 世界中央廚房的員工遇襲之後 拜登表示 他也會跟納塔尼亞胡 也就是以色列總理 通電話表達不滿 但除此之外呢 能不能做點事情啊 你這個表達不滿 是真的在表達不滿 大家想問的是 還是是做給大家看說 對於人道救援這個部分 有受到的攻擊 我會幫你們表達不滿喔 現在基本上啦 大家都在問 以色列這邊呢 他們一直在出手 沒有要把動作停下來 甚至直接打到了 伊朗駐敘利亞的大使館 現在呢 伊朗這邊最高領袖已經講了說 一定會報復 美國趕緊跳出來說 這跟我沒有關係 一切都是以色列所為 強調的是什麼 強調的是說 他沒有跟我講啊 他就自己去打了 所以呢 我知道 應該是他打的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不要算在我同上 畢竟伊朗這邊的講法就是 不管怎麼樣 他覺得美國 你有提供軍火給他 你就是有直接責任 這邊 美國切得很清楚了 不要對美國進行報復 好現在呢 在伊朗這邊 他們有直接提到說 在這一次的這個緊急會議上面 除了美英法三個西方國家之外 基本上所有各國都對這一次的事件 提出譴責 但是美英法就是沒有對以色列提出譴責 所以他們就認為 美國你真的能夠置身事外 安然無事嗎 俄羅斯再給他補一槍 他說了 你們美英法 頭不譴責的 頭反對的 這個如果是你們自己的大使館遇到 你們會是這樣的一個反應嗎 將心比心吧 你們這樣子的一個講法 就是你們所謂的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嗎 現在在以色列內部 基本上可能是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種就是支持現在的政府 持續強硬的作風 繼續打繼續攻 但另一種是希望說 是不是我們應該設一下停損點 設一下止血點 所以在以色列反政府這邊的群眾 已經開始聚集到那塔尼亞湖的官邸外面 希望說你趕緊下台吧 數千名的示威者是拿著火把 走進了這個 那塔尼亞湖的官邸附近 那當然啦 這後來整場活動就因為情緒比較激昂 所以有出現了一些騷動 或者是一些騷擾 可是那塔尼亞湖 他現在身體是微樣的 所以呢 他也知道現在在外面 在以色列這邊 有這股情緒是迎他而來 但講是這樣講 以色列真的會換人做做看嗎 畢竟啦 他們的這個暫時內閣部長 已經有說希望能夠提前來改選 好 那個制呢如果改選國會的話 那塔尼亞湖會不會又真的下台 那塔尼亞湖這邊講了 應該是不會 為什麼 因為他直接說你這個叫搞政治 現在是面臨什麼樣的一個政府 以色列的國家大事 你在這邊搞政治 你在這邊出亂子 好 那塔尼亞湖現在是在賭什麼 賭一個政治賭博 這個時候在空襲以色列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基本上就是會影響到美國 那美國的死對頭就是伊朗 所以呢你這個時候打伊朗跟美國 基本上就兩邊在反制 他在玩一種正式的博弈 那另一個層面來講 他也知道拜登基本上也是希望他下來的 所以這個時候的出手 是不是能夠讓拜登這邊 跟以色列的伊朗之間的對壘 但拜登跟自己距離再近一點點 把他拉回來一點點 對於年底的選戰 美國這一局就很重要了 因為該怎麼做 有可能影響到的 就是他們最後的選舉趨勢走向 請教一下賴老師 因為現在大家看不下去 拜登說他也看不下去的是 他攻擊的是聯合國這邊 他們所派出來 世界中央廚房的救援車隊 我覺得內塔尼亞 抱歉 我覺得內塔尼亞胡他目前處在一個困境了 因為他明確的感受到 這個拜登要背叛他 要拋棄他了 拜登之前事實上就把甘孜 邀請到美國去 是 那內塔尼亞胡就已經相當的不滿 他認為拜登在破壞以色列的團結 為什麼呢 因為甘孜是最有可能取代 這個內塔尼亞胡的政治領袖 所以當時當拜登跟甘孜在會談的時候 那時候內塔尼亞胡就已經隱隱約約的感受到 這個拜登很有可能會拋棄他 那他當然就提出了 當時跟拜登有強烈的抗議 結果我們看到了這個 果然在安理會 拜登投下了7全票 這個對內塔尼亞胡來說的話 就是你對我的背叛 那怎麼辦 那安理會的一個決議是 在接夜的時候不能夠動手 必須要停火 以色列確實沒有對於 加沙地區的醫院進行動手 但是問題是他對於黎巴倫 也就是的珍珠黨動手了 他對於這個伊朗的大使館 就敘利亞駐伊朗的大使館動手了 而之前他也對於敘利亞 就開始用轟炸的方式 那就要挑起這個美國跟周邊 這些國家之間的一個爭端 那也就是要把美國拖下水 那目前來講看起來 拜登是有所節制了 可是這樣做還不夠 我覺得這一次內塔尼亞胡 是已經激進瘋狂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中央廚房 他們有明確的說 他們每一次的行動 都有跟以色列提前報告 沒錯 而且路線都有說 車隊有多幾輛都有說 都很具體就是因為避免 被以色列認為說誤解或是誤疾 所以一切都很透明 一切都很明白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以色列還是攻擊了 我想這個已經是孰可忍孰不可忍了 對於美國人來講 如果在袒護的話 美國人在國際之間 就毫無誠信可言了 就完全沒有地位 我覺得美國也必須要跟 內塔尼亞胡要嚴正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 其實內塔尼亞胡的目的 是削弱這個人道援助的力道 因為大家還是會害怕 那就削弱的話 這個對於以色列來講 就是有利的一個地位 可是現在為什麼美國怕 伊朗借這個機會去報復美國 因為美國在敘利亞的北部 有軍事基地 在伊拉克也有軍事基地 可是在過去我們這麼多年來 都聽到有這個民兵組織 攻擊美國的軍事基地 可是從來沒有人傷亡 這很有學問 怎麼可能會沒有人傷亡 那就是意思意思打一下 但是不讓你傷亡 可是當要報復行動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人建選 也就是要有人死 那這樣的情形下 只要有美國的大兵死了 被打死了 那美國就一定要有反應了 一旦有反應 那當然就是跟伊朗之間的戰爭 如果是如此的話就剛好 就是以色列想要看到的 就是內塔尼亞胡想要看到的 所以美國才一直提醒伊朗 不要借這個機會報復我 跟我沒關係 不是我幹的 那當然如果是伊朗的決策者 我倒覺得他目前來講 如果避免美國被捲進去的話 最好不要優先攻擊這個美國 應該要優先打擊的是以色列 可是又不能夠去打到 以色列平民百姓 因為打到以色列平民百姓 又會激起美國的猶太人 要求他們的政府 要出兵去保護以色列 那情況又減進去了 簡單來講就是 你要如何把這個災害控制 因為不要讓這個問題 更加的複雜化 但這一步真的很難 來請教院老師 因為他就是直接打人家大使館 這基本上在國際上 這樣子的一個作為 你就是直接跟人家挑釁嗎 我4月1日聽到說是以色列轟炸 敘利亞首都大馬士格的伊朗大使館的時候 我以為是一個愚人節的玩笑 後來發覺這個事情實在是太嚴重了 這個嚴重的事情的話 其實我仔細深究一下其中的原因 我先把答案說出來 就是說以色列的話 要這一場戰爭從10月 去年的10月7日打到現在 超過160天的情況下 結束不了 以前我們聽過以色列打仗 都是6日戰爭 7日戰爭 10日戰爭 現在一下子打了快不得了了 150、60天了 你知道嗎 現在以色列本身來講 兵源是個大問題 以色列人很愛國沒錯 但是你也愛到這種地步 因為在美國的猶太人 也開始反對了 現在納塔尼亞胡做的事情 就是說栽介越要直接攻擊拉法的話 可怕一個小地方 140多萬人的情況下 大概在國際上的情況下不行 但是目前為止 納塔尼亞胡面對國內的情況 以色列的國內的話 原來他跟司法單位 就是對著幹對不對 對 大家如果了解 司法單位的話 居然是把那種正統的 正統的就是戴著高帽子 是個小辮子的猶太人 他們本來在以色列不用當兵的 現在取消他們的待遇 要他們當兵去 然後這個時候他們就搞花樣 然後就是示威 所以納塔尼亞胡最近也不幸運 得了善氣 所以說開刀所以才變得很憔悴 但他其實是個硬漢移民 但是他這個裡面的情況下當中 以色列如果沒有兵源的充實 那他的這個黨戰爭越來越麻煩 現在以色列跟誰交戰了 現在以色列跟哈馬斯 跟珍珠黨 然後跟胡塞武裝 這個都是伊朗支持的 是伊朗的代理人戰爭的 現在他直接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幹到伊朗的頭裡頭 你要了解轟炸大使館代表三層海義 第一個就是宣戰 然後第二個的話 對於敘利亞將也是宣戰 然後第三個的話 伊朗本身在算這個賬的時候 他不會放掉美國的 所以說納塔尼亞胡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拉美國下水 我坦白跟他講 大家要了解 你等到以色列突然出現有亡國危機的時候 那個整個民意的又翻轉起來了 因為以色列有很多人是不准許他亡國的 如果有亡國 以前我這個做科學哲學的時候 請從特拉維夫請過一個人來這個演講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為什麼你們每一次都要打勝仗 他說我們一次都不能輸 我們輸了以後全部就結束了 所以仇恨太深了 所以他那個時候跟我講這個情況 在我聽了嚇一跳 所以我對這個事情非常有感覺 就是納塔尼亞胡目前為止就是拿著 以色列的國運跟美國對賭 然後美國本身大家可以看得到 美國真的是焦頭爛額 拜登不得不拿起電話來打給習近平 想要問一下這個問題該怎麼辦 是 來 請教鄭老師 以色列公然的轟炸 西亞裡面的伊朗大使館 就是剛剛岳老師講 他是公然侵略 而且侵略兩個國家 這個是違反國際法 這是個國家恐怖主義 那根本就是一個大侵略者 如果說那些美國西方國家 俄烏戰爭的時候大罵俄國 為什麼這次不出來 英國 法國就不出來譴責以色列 這是個雙標 比較有趣的是 美國人馬上撇清說 我們沒有參與 不但這樣子 以色列事先也沒有告訴我 你知道他們聯合國裡面 這個代表這樣子辯解的時候 俄國的駐聯合國怎麼修理它說 你們不是一向表現 非常以情報的掌握自豪嗎 你們什麼東西都可以掌握 包括可以預測什麼 音樂廳事件這樣 你們怎麼這一次 以色列要轟炸伊朗大使館 你說你們什麼都不知道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參與 就諷刺它 就是你這個撇清 未免太弱了 未免沒有辦法攻心力 這個是一個功難的攻擊行動 另外一個 加沙已經產無人道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國際救援組織 特別國際的中央廚房 這個人道救援的 以色列照打不誤 你打拼命已經很可惡了 救援拼命的 他都是打下去 意思是說 不要你們來插手 這種情況 美國人怎麼面對 以色列這麼殘酷 他說沒有證據證明 以色列是故意的 對 你怎麼忽然間 可以這麼厲害 我是不是也可以講說 沒有證據證明 美國沒有參與 沒有 河南就是 包括就是你有參與 沒有證據證明 你美國沒有參與 你這樣子幫以色列那扯 沒有證據證明 以色列是故意的 我跟你講 不要講說 你們是不是在唱雙簧 像剛剛兩位前面講的 以色列現在是有點失控 但是我們要同情美國嗎 這個是你養虎為患 現在以色列這隻老虎 這個種出去 到處咬人不聽控制 你養的 你是氏族 你當然要負責任 今天以色列像個瘋狗一樣 我認為他是故意的 為什麼 有時候你是個瘋狗最可怕 你正常理性的時候 因為他會覺得說 你可以推測你的行為 以色列現在納田內堂 我就是瘋了 好像瘋得最可怕 誰敢來惹我 他已經到了生死關頭 而且展現出 為什麼要去轟炸那個平民 為什麼要轟炸救援平民的 國際慈善組織 而且連有什麼波蘭的 澳大利亞的造幹不誤 我就剛才前面講 清清楚楚 然後就是有意的 然後嘴巴說我不是故意的 他就是要給全世界 散發一個訊息 誰敢惹我 我是六親不認為 這什麼東西都禍開了 這個才是他真正要傳達的 然後美國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如何面對這個 你平常不是一副正義領燈的樣子嗎 結果在聯合國裡面 被俄國那個代表 把他臭到 簡直是不看到了幾點 但我要講回來 這個國際上這麼大的事情 在台灣在綠營裡面 像我們這種節目會討論 幾乎是不討論的 好像在美國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以色列沒有幹這些事情 你們可以置外於這個東西 到這種地步嗎 台灣可以到這樣的一個地步嗎 你們可以引以為戒 你們所崇拜的以色列 你們所認為可靠的美國 專門幹這種慘無人道 而且做事不負責任的事情 你們今天就算要搞台灣獨立 難道不應該心驚肉跳 引以為戒嗎 可以這樣子搞嗎 所以我說台灣簡直是 墮落到了這個極點 這件事情在全世界 引起軒然大波 到底後面會怎麼樣發展 是的 這個時候千萬不能中以色列劑 就被他拖下去 可是說真的 以色列跟美國在這次 在全世界幾乎是正當性 是蕩然無存 全世界大多數的國家 都是站出來公開的譴責 特別是中央廚房這個事情 所以美國還在那邊變 還在幫他講 叫做一個有人權的國家 要在國際上伸張人權爭議 笑話到了極點 所以拜登告訴大家說 有啦 要打電話了 我會跟他說 我很不滿 好 我們先進廣告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關注是以哈的衝突 好 現在在最新 是以色列誤炸了這個救援的車隊 那現在就有一些相關的懲處了 不過這個說法是說 以軍乘無人機在操作的時候 夜間他看不出來 總之就是車停有貼了特別的標誌 然後還把其中一名救援的人士 誤認成為哈馬斯的槍手 所以才會導致這個誤炸的事件 當然現在就是有兩個高階軍官免職了 不過我也傳出說 以色列現在拚命的來使用AI的方式 要來辨識加薩的目標 所以等於說這個攻打方式是什麼 就是只要AI鎖定了 那就是可能會傷害到一些 其他無辜的平民 因為等於是只要AI認證 他可能是要攻擊的一個目標的話 那麼就會進行攻擊 好也是因為這一連串的事件 我們看到其實現在在國際 就有一些些反對以色列的聲音了 現在在伊朗就有群眾聚集 說是要報復空襲 我們看到畫面上 就是有蠻多的伊朗群眾 他們聚集在德黑蘭 那是持著被大死的軍官的遺照 另外還高舉著 像是寫著罵以色列的 或者是罵美國的這些口號的 不調上街頭 而且幾乎每個人 他們都是有焚燒一些國旗等等 他們都有一些比較激烈的動作 那麼當然就是要來反對以色列 尤其是在這些連續的衝突之下 造成的一些傷亡 好 我們剛剛看到這樣的畫面 不過以色列方面還是很嗆 因為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就說 他們還是會持續對付任何傷害他們 或是計畫傷害以色列的人 這個叫做以牙還牙 好 可是講得這麼嚴重 但是實際上是如此嗎 我們就看到這個 轟完伊朗的使館之後 以色列的軍方 他們是打亂了國內的GPS訊號 這個目的就是要擾亂武器的目標 也就是說如果你會變得很難偵測說 他們到底位置在哪邊 還有是以色列也臨時關閉了28個駐外的使館 那背後呢 美國現在是不是也自作自售了呢 因為我們看到在這個轟炸當中 除了其實也有美國人之外呢 拜登政府就在以色列炸死志工的這一天呢 也核捲了增援數千發的炮彈 那儘管呢現在很多的世界很多國家都在譴責以色列 但是拜登呢還是持續提供給他們致命的武器 那現在呢美國就要高度戒備了 因為CNA引述了高階政府官員的說法說呢 美國的高階官員和以色列的官員都認為說 伊朗會有報復性的攻擊 這是無可避免的 伊朗呢也在一份書面的訊息當中喔 就警告了美國說不要落入了 納坦雅胡設置的陷阱 要靠邊站以免呢會受到打擊 那這個以軍炸死志工的事件呢 是不是也成為一個關鍵的轉捩點了呢 因為就有消息人士透露說 拜登緊急的致電給納坦雅胡下了通牒 說這30分鐘的談話當中啊 氣氛是有點緊張的 那納坦雅胡呢則是為了這個 處理加薩的問題來做相關的辯護 好那這也是呢其實我們剛剛看到喔 是美國對於以色列的態度喔 只是說同時呢 美國是不是也在玩兩面的手法呢 因為以色列喔他們這開放加薩北部的 過境點來運送物資喔 那就說是拜登的警告奏效了 只是在白宮的一個記者會像喔 這美國的安全或發言人科比呢 就被追問到說那既然這樣子 你就乾脆切斷對以色列的武器辯論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它是什麼反應 就是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呢 就是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呢 一個比較直接喔 他說會持續向以色列提供 他們已經購買和提出需求的武器裝備 那不過在聯合國呢 就說投票已經通過了 對以色列武器是實施禁運的 雖然說美德他們是投反對票的 那BBC就形容 這個決議是意義重大 這代表著什麼呢 以色列政府必須要改變方針的壓力 會持續的加大 尤其以哈戰爭 已經是六個月的時間了 以色列的盟友們 從最初的聲援 已經是陸陸續續的 被要求停止戰鬥 這樣的聲音所取代了 那美國還能撐得過 這樣子的國際壓力嗎 好 我們先請教是賓哥 怎麼看說這個納坦雅胡 我現在持續的嗆聲 說他們會消滅一些 就要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 可是另一方面 他是不是其實也是滿擔憂的 其實納坦雅胡 現在的處境跟責任司機差不多 雖然他現在是 就是掌控大局的一方 好像對哈馬斯根 加上走人步步進逼 可是問題是 他要面臨到一個狀況就是 這個戰爭如果一結束 他可能就會失去政權 所以他不能夠讓這個戰爭結束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不讓這個戰爭結束 持續進逼的話 你的人道問題就會 產生很嚴重的影響 因為現在這已經導致了全世界 在孤立以色列 甚至在孤立美國了 因為美國現在是他最大的後盾 所以這個對美國來講 也陷入一個非常困難的一個局面 好死不死這個人道主義 這個廚房又被攻擊了 誓詐是 他們現在是說他們是誤詐 我跟大家保證 這絕對不可能是誤詐 為什麼 理由非常簡單 第一個 那個車隊上面 每一個上面都插了他們的旗幟 然後他們是一整排車輛這樣過去的 然後更重要的就是 他們在去之前 是有跟以色列報備過 他們有告訴他 我們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我們的車隊有多少輛 會經過這個地方 而且那個地方是非衝突區 所以他經過那個地方 照理來講不管怎麼樣 都不應該被攻擊 可是為什麼被攻擊 而且他是被有計畫的消滅 你知道他們是一台一台被打中 他們被打中第一台車的人 躲到第二台車 第二台車又被打中 然後再躲到第三台車還被打 他們就是要殲滅他們 所以你告訴我 這個是夜經看不清楚 這虎誰沒有人會相信的 這擺明了就是要消滅他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他們不知道他是人道主義者知道 為什麼還要這樣做 其實他就是要讓後續人不敢再來 你想想看 連這種事先跟你報備的 採取的路線都告知你了 我還會直接被殺害 以後誰還敢去 沒有人敢去 這就是以色列要的效果 讓你以後沒人敢來 然後現在表面上他在北部 我開放一些港口給你 讓你這一隊來 但是問題是所有的物資 都必須經過以色列的軍隊 牢牢掌控 由他來決定怎麼樣分配這些物資 由他來決定什麼物資 可以送到誰的手上去 這就是以色列要做 因為他必須要牢牢控制住 加薩手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美國現在只是說 以色列開放了我們的 我們對以色列的警告有用了 他已經開放了一些港口 人道已經獲得改善 美國想要用這種東西 為自己下台階 說我已經盡到我的責任 你們不要再去 給以色列施加更多壓力 也不要再給我施加壓力 但是問題是 我們接下來還是會持續看到 以色列軍隊在加薩手廊 進行不斷的暴行 進行無差別式的 對平民的攻擊 這是一定會再出現的東西 所以美國真的就這樣 解除他的壓力嗎 我認為不會 我認為美國壓力會越來越大 這因為現在以色列 已經完全把自己放在一個 非常不正當的地位上面了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拜登就必須要去思考 你到底要能夠促使以色列 做到什麼地步 如果以色列持續這樣下去 你選得上嗎 可是問題是反對以色列 他又選得上嗎 所以這個對他來講 就是一個兩難的一個結果 拜登自己要去決定 到底要怎麼採取下一步的動作 來 李大中老師 怎麼看說這個 以軍炸死志工的事件 有可能會權於轉捏點 我覺得這實在是很羅生門 因為我們看 其實以色列 他有他的解釋的方法 但是一般來說 很難獲得大家相信 第一個是說志工WCK 他不是第一次執行任務 他是第三次了 且兩次運用了上百噸的糧食 這次來自事先打過招呼 車頂上有WCK的標誌 像以色列講法是說 晚上台灣看不清楚 通訊不良 所以導致誤判我將擊毀 但是如果我們去看 WCK的負責人 他的控訴是 當然是虛擬的 目前因為國際的壓力 所以IDF 以色列國防軍 是有做懲處 因為控制的地區是 以色列的南方指揮部 162市的市長 跟南方指揮部的指揮官 一個是少將 一個是準將 兩星 異星都受到處分 直接的跟這次相關 是有履籍的參謀長上校 跟一個火力協調官少校 也被解職 看起來是很嚴重 但是我要講的是 以目前來看 即便是上上禮拜 美國在安理會投了17全票 但是要怎麼樣去判準 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 我覺得只有一個 就是軍事援助有沒有取消 有沒有減少 其實到目前為止沒有 即便是拜登跟以色列的總理 內臺有無通話 看起來很兇 副總統布林肯 到國會議員都講很兇狠的話 但是從軍事援助上看 從去年10月到現在 拜登透過緊急的權力了 已經批准過幾十次的武器裝備 包括以色列目前最需要的 各式各樣的炮彈 精準炮彈 戰車炮彈等等 其實到目前為止 美國繼續給 而且有新聞傳出來說 最新一個批准以色列的軍售 高達180億美金 也不會取消的 這個是真正能夠掐住 以色列咽喉生死存亡的 就是軍售 但目前為止 美國由這點來看 他會給以色列壓力 但是這方面援助 他完全不會少 最後一個是人權理事會的投票 這個地方 即便人權理事會做的決議 不會有拘束力的 因為這種議題 要禁運以色列武器 是安理會的決議 但它還是有相爭意義的 美國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他還是投反對票 47個國家有6個 美國跟德國 代表說這是美國的紅線 我可以說罵以色列 叫你以色列小心要人道主義 外交施壓 但是軍事援助 有任何1.14碰到這個領域的 美國還是會維護以色列的 所以顯然這些戰爭 不可能這麼快結束 來這個艦長 怎麼看說美國現在這樣子的話 真的可以挺得過 這樣國際的譴責壓力嗎 美國可以挺得過 可是我們必須要這樣看 現在在加薩走廊 事實上以色列除了 他要把加薩走廊 整個收過來之外 另外一個重要因素 他在測試各種新式的武器 剛剛主持人就講到 他其實對於這一次 世界中央廚房的 這一個援助人員 他就用AI來進行辨識 但是另外一件事 也在這張圖卡裡面也有 也就是當他攻擊完之後 他立刻就進行GPS的干擾 我們來看這個GPS的干擾 他其實他就是 美國所使用的GPS的頻段 就是從這個1164MHz 一直到最後面的這個 1587MHz這整個的頻段 中間雖然他只用了這三個 可是事實上你要有效的干擾 他必須要是點頻或者是扶頻 也就是說他已經很精確的利用點頻 因為扶頻的話 有的時候可以用 有的時候不可以用 事實上沒用 所以他一定是點頻的 打擊這三個頻道 那他打擊這個頻段之後 事實上來講GPS就不能用了 那你GPS不能用的時候 也就是其他的裝備 幾乎都不可以用 也就是連同 你在路上開車都有問題 那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 也就是現在的一個 新式的作戰的模式 那至於說新式的作戰的裝備 所以因為以色列做這件事 我們當然看不見 可是我們必須要看 這是去年長春航空展的時候 解放軍所展示出來的RCT-195B 數據鏈跟蹤干擾戰 這個干擾戰的頻段 也正好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UHF的頻段裡面 而且他不是只有展出而已 他實際上很早以前 他就在美濟礁就已經部署了 這一個無形 如果很瞭解 土壁 永屬 美濟 在南沙群島這三個島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發現 他這個是美濟礁 美濟礁就曾經發現說 他有我們剛剛講到的這一個雷達 不是 這一個干擾戰 這一個干擾戰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他不但能夠干擾GPS 他也可以干擾Data Link 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 新式的作戰的樣式 另外 我們最後提到剛剛 也就是剛剛主持人所提問的 就是美國會不會 受到各種的約制 不會 為什麼 事實上來講 提出公式現實主義的 John M.S. Sherman 他就曾經在2007年 寫過一本書叫做 《以色列遊說團和美國的外交政策》 這本書裡面 他在他裡面特別提出的 也就是事實上非常強大的 猶太復國主義的這一個遊說團 他控制了美國在中東的政策 我們現在來比照 我們從一開始 從去年10月7號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就是如此 的確就是如此 而且我們剛剛講到的 John M.S. Sherman 他在日前接受New Yorker的 這一個雜誌的訪問的時候 他特別提出 他說其實就是以他衝突的 這件事情 美國的決策者也就是拜登 還有外交的執行者 也就是國務卿布林肯 他們都應該要負責 可是現在有人承認這件事嗎 絕對沒有 選舉優先 先拿到猶太人的 這一些選舉經費最為重要 對 所以這個 然後關係就是美國大選11月後 可能才會比較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確實現在在這個科技上面之外 大家討論的是什麼 是戰事上面 在真正的戰場上 現在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你來看到的是伊朗 伊朗現在說最快下個星期 他們要發布的是重大攻擊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先前他們在西亞這邊的使館 是不是被以色列這邊 直接給轟了嗎 那所以雙方之間真的是 你來我往 那美國的高階官員 已經直接的跟CNN透露了 說他們現在其實自己也 處於一個高度警戒的一個狀態 那這整件事情 伊朗的群眾其實 他們情緒是亢奮的 直接來看他們的抗議畫面 當時是有數千名的群眾 5號的時候齊聚在德黑蘭 為使館預襲事件死亡的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 被七名軍官舉行葬禮 裡面你可以看到一些標語 包括燒國旗之外 還有比較激烈的用詞 他們說基本上這件事情 對於他們來講 真的是無法接受 情緒的亢奮 現在伊朗官方回過頭來 就直接講了 說美國你先前不是說 你什麼資訊你都沒有嗎 好 那你閃一邊 直接叫他閃一邊 不然的話我一起打 CIA的部分則是講說 他們已經先跟以色列 這邊警告了 未來48小時絕對要小心 你以為以色列會怕嗎 沒有 納塔尼亞胡說 敢報復就坐等地獄 甚至還說了 傷害他們的人 他們會以眼還眼 以色列現在開始有一些 作戰的準備動作 包括什麼 包括全球定位系統 他們說因為擔心 他們會直接飛彈射過來 所以除了軍人先收價取消之外 那GPS他們現在說 要開始擾亂這些訊號 干擾伊朗過來的飛彈跟無人機 伊朗人他們則是必須要收到一些訊號 所以他們就要求他們在應用程式上 手動的設置自己的位置 要確保在GPS被干擾的情況之下 你的位置仍舊保持準確 一切進入了大家全民警戒狀態 那現在基本站在海灣這邊的大多數國家 他們其實是譴責伊朗駐需要大使館的攻擊 那當然大家不希望的是 以哈這間加薩走廊這邊還沒有停 那你現在這邊如果真的再打上來的話 整個會亂成一片 所以阿聯酋率先譴責了 然後在科威特 阿曼卡達 沙國 大家都是跟上了這個行列 要求的是安理會動作吧 是不是能夠動用執行權來迫使以色列遵守停火決議 讓我們整個局勢稍微緩一下好嗎 至少不要再加薩這邊有進一步的動作了 目前在美方這邊也開始有動作了 你們看到的是美國的海軍代表團 現在在利亞德這邊會見了沙烏地阿拉伯的海軍司令 雙方談論的當然就是這個地區的海上安全 蘇利文講了 雖然這個動作好像來的晚了一些些 但是我們還是做了希望能夠聚焦 讓關係正常化 另一個部分則是沙烏地阿拉伯這邊 他們其實最近在做的是什麼 他們希望能夠多元多角化的經營他們 所以中國的中投公司要來支持中東基金 這個部分基本上一直以來 從先前他們雙方的一些互訪當中 就一直有在做 同時他們也說這個基金要來投資阿布達比 還有沙國的主權基金 那沙國這邊的交易所CEO 有歡迎中國的企業來掛牌 計畫A股要推出沙國的ETF 雙方在經濟上面的交流 基本上那個步調 從去年到今年是沒有停下來的 那雙方大概就快點在講啦 軍事上面 另一個是經濟上面 好 現在這個部分在海灣這邊 大家都重視 只是安全上 回過頭 希望先按下 來請教一下將軍您怎麼樣來看 因為伊朗現在說 下個星期要發佈重大攻擊 美國 以色列 這邊大家嚴正以待 我首先把這兩個題目做個分隔 因為伊朗這個問題 跟美國跑沙烏地的 兩個背景是不一樣的 首先我講伊朗 不是 伊朗跟以色列的問題 以色列為幹嘛要去 打人家一個領事館 外交部的領事館在國外 就等於它國內的國土 而且這個東西是預謀的 不是募集的 為什麼 剛好伊朗的兩個重要的官員 這個軍事領袖 到那邊去敘利亞 去大使館去 那這個情報已經做到很精準了 因為賈兵你在領事館大使館住個一晚上 你還不曉得什麼時候 興趣什麼時候出來 去辦護照的話 那時間很短了 就是說這個飛彈攻擊 抓時間 抓地點 抓得非常精準 那大家問 幹嘛納彈雅胡要去幹這個事情 這個背景是很複雜的 因為拜登的國會的軍員款 還卡在那裡 拜登又譴責 聯合國譴責你這個 打這個救援的物資車輛 打了三輛 那聯合國又美國投棄權票 這個美國又在副總統去鼓動 用以色列有大選 能夠用反對黨 能夠取代納彈雅胡 所以納彈雅胡就逼得沒有辦法了 我打伊朗把事情鬧大 你看你要不要處理 這個問題才是 去攻擊大使館的真正動機 就好像我把事情惹大 你美國能不能解決 因為美國現在手上的火頭太多了 俄烏戰爭一個大火頭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一個火頭 台灣又隱隱待發 菲律賓那邊又弄點海警事件 對不對 中國大陸跟台灣 又有漁船被弄 所以美國是想控管全世界的危機 他要按照他的利益來搞 所以伊朗這樣搞了 以色列這樣搞了 伊朗當然反應 伊朗已經開始用 叫什麼珍珠黨 跟胡塞組織跟他自己 還要準備一個更大的報復行動 所以以色列正好 借這個機會備戰 因為你備戰才能夠使 納坦雅胡的位置做得更穩 這是真正這些衝突的一個起因 第二個問題我說為什麼 沙烏地跟美國海軍司令見面 是另外一回事 沙烏地原來在川普的時代 就跟以色列有建交 對 後來兩個斷了 因為你以色列 專門打伊斯蘭的教徒 沙烏地當然 第二個 這是最近的事情 原來還有 沙烏地要跟你買F-35B 你不賣 結果沙烏地準備跟中國大陸買 1010C 對不對 第二個沙烏地沒有船 又要跟中國大陸買10條 這個054的驅逐艦 所以美國海軍司令怎麼不急 你建立了中國的空軍 中國的海軍 中國跟沙烏地的這個經濟 有發展得不得了 那沙烏地完全就脫離你了 而且金磚會議裡面 沙烏地是個重要成員國 眼看了沙烏地要整個離開了美國 所以他急得要做 這兩件事情都在中東 都在這些地方 但是兩個的背景是有點不太一樣 好 我們先進行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要聽嘉賓講評 我們剛剛講到伊朗這邊已經先講了 他們要報復 以色列這邊的閹政以待 剛剛率將軍有解析背後的意涵 請教一下吳老師你怎麼樣來看 我一直以為這個地方都是代理人戰爭 我們在以哈衝突爆發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不管是哈馬斯的背後 其實伊朗 我們說葉門的胡塞 他背後也是伊朗 所以我們講這個代理人戰爭是 代理人後面的宗祖國 他不介入戰爭 因為介入戰爭的代價跟耗時太大了 他會讓他底下我們講的小弟 我用小弟來幫忙打 他們這遊戲連結 包括宗祖國跟小弟之間 可能是軍事連結 我們講這個胡塞武裝 胡塞武裝早期就是接受伊朗的 不斷的攻擊武器 讓他去對抗葉門的哈底政府 所以從2014年打內戰打到現在 整個胡塞武之 我們講青年運動非常強 武器哪裡來 就是藉由伊朗不斷的供養武器給他 這種是武器的連結 再來一種是文化的連結 文化的連結就是 後面的宗祖國跟你這個小弟 是有語言宗教 或者是血緣上的同文同種 普丁入侵烏東地區 他當年就是扶植了 許多烏東的一個反抗軍 對抗烏克蘭政府 他也是一種代理人戰爭的一塊 所以我們用這種 這兩種連結來看 代理人戰爭 宗祖國比較難會直接介入 但是這一次問題又不太一樣 這一次納坦雅胡 我覺得他為了他自己的真實生存 他現在豁出去了 我覺得連拜登也管不住他 不然Chuck Sumer在參議院上講 我認你這麼多年 你給我停下來 不理他 他說Chuck Sumer你亂講話 拜登也講話說 你不要種族滅絕罪 你現在有問題 都叫他停下來 問題是納坦雅胡 我現在停不下來 如果他要想要把 這個所謂的伊朗拉下來 我覺得事情會 我們講的戰爭的螺旋 衝突螺旋 因為我們研究國際衝突是這樣 你衝突是一開始是小規模區域衝突 然後再來是有限度的戰爭 再來是全面型戰爭 假如是這樣的話 他把伊朗拉下來 如果伊朗真的笨到進去 他說美國在後面 這個事情是很大的 這整個戰爭會升級成一個 我們講的中東的一個 非常難處理的事情 我們先進行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要請永平姐幫我們總結 節目最後要請永平姐幫我們總結 是 其實確實我覺得納坦雅胡 他抓住了一個美國人 很關鍵的心態 就是說這次他去攻擊敘利亞的 伊朗外交大使館的時候 他同時還去炸了一個 給加薩難民的食物車 然後裡面死了還包含美國人 可是美國在如此譴責跟痛心說 你怎麼可以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美國國防部的發言人 John Kirby 他在白宮記者會講什麼 他說我們一定要讓 以色列的這個國家長存 所以他繼續給他送F-35的飛機 繼續給他送2000磅的大炸彈